一片黑鴨鴨 萬頭傳動 越門首都薩納爆發新一波反美示威 人潮看不到盡頭 他們高喊以色列和美國必死 就是因為美國與英國等聯軍 又對燕門叛軍胡塞武裝組織 進行第二波空襲 在這一次空襲結束後 當地民眾對西方的憤怒升到最高點 開始焚燒英美和以色列國旗 首都薩納外圍的部落 更是大動員 支持胡塞組織的燕門部落領袖 帶著一大票相親 掛滿整排子彈 帶著長槍 說要美國和英國葬身鴻海 誓言要報復美國 燕門當地政治人物還上台高喊 只有胡塞組織是紅海的守護者 這回美國是發射超過百枚精準導引飛彈 在燕門多達16個地點 打擊胡塞組織60個目標 美軍瞄準胡塞占領區內的彈藥庫發射系列 系統和生產設施打 但是紐實報導胡塞還是保有三分之二的攻擊力 當地更馬上公布 又以色列和美國當假想轟炸目標的演習 還以顏色 在這時候大秀肌肉 就是因為在伊朗支援下 胡塞組織早已不同以往 近年還辦起大閱兵 上萬士兵拿著武器亮相 胡塞武裝組織猶如準國家姿態 早已不是十年前 那個發跡於北夜門山區的小小叛軍 近年在伊朗當金主之下 胡塞壯大到南韓之前 國際間承認的夜門政府抗衡霸占一方 也威脅著鴻海安全 這次說要為加薩出頭 直接朝以色列和美國開槍 拜登忍不下去了 拜登要顧選情 一邊跑行程一邊回應 強調已經對伊朗警告再警告 但是美國連兩轟 會讓區域衝突升級嗎 拜登三年前才把胡塞武裝組織 從美國的恐怖分子名單中移除 現在看來是又要加回去了 美國 加拿大 巴林等聯軍這次一起行動 面對西方如此大動作 伊朗卻看似老神在在 至少之前美國推動的沙烏地阿拉伯 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已經沒細唱 少一個結盟對伊朗來說是鬆了一口氣 而這場衝突在美國及英國各地 還是魚坡蕩漾 反戰停火抗疫遍地開花 民意怒吼就是要再次對白宮施壓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